做不在連任議員的陳世凱 進行任內最後一次總質詢 一開場就先帶來 狼屍案的議題挑戰 雙方為了這句話舍戰攻防 炒過狼屍案 隨即進入質詢第二段 質疑盧秀燕的社宅用地 規劃 想要青上火線解釋的盧秀燕當場 被打斷 緊接著第三個議題 鐵路高架化 陳世凱 提二零一三年胡志強的態度 打臉二零二二年的現況 包括臺中烏日與海線鐵路高架 現況沒有進展 陳世凱也提到捷運的綜合規劃 高雄四百多天就完成 直接對比台中的八百多天 畫風一轉拿出首長滿意度列表 把盧秀燕對照宜蘭縣長林茲廟 陳世凱任內最後一次市政總質詢 長達三十七分鐘 直接挑戰臺中盧市府 從廊施案 社宅規劃 質詢到鐵路高架化 捷運蘭縣建設等至少六項議題 沒讓盧秀燕能多做回應 完結一場內卸任前的畢業製作 三連新聞張展志中運動 臺中採訪報導